这是一位粉丝写的周深巡回演唱会深圳站的后继 深圳站下雨了 周深和几万粉丝一起淋着雨 唱着歌 这也注定六一深圳站演唱会是一场不同寻常的 又极其浪漫的演唱会 注定会烙印在现场所有迷子的心理和记忆中 以下是网友写的后继全文 今天天晴 阳光明媚 老天爷给我们开了一个玩笑 但也许是老天爷特别眷顾我们 给了我们一生都不会忘记的一夜 很多很多年后 我们也会记得 那夜 他仰着头 微笑着 一次又一次 一无反顾地走进滂沱大雨中的画面 那是2024年6月1日 暴雨 周深9.29赫兹巡回演唱会的深圳站 周深第一次在体育场开的演唱会 继5月19日上海站 这是我跟着宝贝巡演的第二站 所以关于整个设计 演出流程 也就不再多说 这篇笔记 只为纪念我们一生中很重要 很珍贵的一夜 演唱会前的一两周 其实大家已经开始担心天气 只是时间尚早 天气预报反反复复 暴雨大雨 震雨来回交替 我们一直心存侥幸 觉得可能到最后可能不那么坏 直到演唱会前两天 香港台风也挂了 国内很多航班开始延误的延误 取消的取消 大家的心情跟随着天色都灰暗了 我们终于接受 这次我们要在雨中相逢了 指望那几小时雨能歇一些 甚至小一点也好 大家群里聊天笑说 准备了一身漂亮穿搭 还不如准备一件漂亮雨衣 要编头发吗 要化妆吗 会不会变成蓝精灵 6月1日 老实说 早上起来天气还不太坏 直到吃午饭还不算是暴雨 就是密密麻麻吧 4点半开始排队进场 老实说 从5点到7点那两小时是最难熬的 其实我们那场的地上都已垫高了一点 可以隔水 地上不会有水蛙 而宝宝为我们准备的雨衣又厚实有长 只是雨开始大 穿着雨衣有点闷 那场里大家身体深 我两旁前后的雨伞边缘的水一直倒进我身上 有时流进衣领 已知我雨衣下的衣服都湿了 事已至此 我也不再想着希望停雨了 哎 也就这样吧 就一起淋雨吧 一起就好 我默念着 快点开场 快点开场 因为我知道 宝子一出现 一切恶劣天气带来的不舒适都会消失 宝子一出现 我只有幸福 终于等到天黑了 终于等到音乐响起 宝从台中央升起 曾想过 如果暴雨 她会不会就大部分时间留在主舞台有盖的地方了 又或者 她会打着透明伞走出延伸台和我们打招呼 毕竟她有造型啊 那一头蓝发 一身高定不能淋湿吧 而且她形成那么紧凑 她也不能把自己淋坏 她不能生病啊 我是无论如何也没有想过 她就这样不管不顾 大步流星走向雨中 第一首歌没唱完 身穿华服的美男子就淋成落塘机 头发湿了 刘海皮刹了 风雨中的借过一下 更添了一份无畏无惧的侠气 潇洒不是不怕 而是怨妇代价 白衣过泥潭 是故里浪漫 灵 啊 我的宝 我的爱 还真的没有珍惜过自己的准备了两小时的精致造型化妆 她早已铁了心 要和米姐淋一场轰轰烈烈的大雨吧 她说 我们一起淋过雨 那完了 你们就永远不能忘了我了 傻宝 为了让我们一辈子都忘不了这天 忘不了你 你就要这样对自己吗 你知不知道我们有多心疼 雨下的更大了 老实说 我都忘了上一次这样淋雨是什么时候了 狂风下 雨水是扑面而来的 有些瞬间 我眼睛都疼了 看都看不清了 我无法想象 她是如何站在这样的暴雨中 若无其事地唱着 跳着的 既然她可以为我们淋着雨 我也撕下了雨衣的帽子 既无法为彼此遮风挡雨 至少我们能一起在雨中放歌吧 舞台的激光 穿过密密麻麻的雨 闪耀出无数光点 像星河 像星辰 像无数渺小的我们 因为彼此 才是闪出微光 这是一场无法预计的限定版舞美 整晚的雨绵绵不断 尤其是光亮 人世的时候 但是 原来在暴雨中听着这些歌词 会更动人心魄 记忆中 整晚第一次稍稍停雨 是在小美满的时候 那是宝子许的愿吗 让这一秒迷迷糊糊的浪漫更添美满 不过 风也好 雨也好 我们就是彼此最好的陪伴 风里雨里 和你一起 真的很幸福 我甚至都有点感谢这场风雨了 很多歌词 不再只是嘴上说说而已 我们都真真实实地经历了 在大的风雨 我们都不怕 在艰难的 我们都一起经历过了 每次看到宝 仰着头 瞇着眼睛 嘴巴上扬 那笑容 有叮点而小傲娇 又有更多满足 我知道 他每个毛孔 每根头发 都在感受着周遭的一切 他在全心全意 享受着被爱的幸福 因为他幸福 我也感受到 切切实实的幸福 虽然 每一次的花开忘忧 我已渺小爱你 我们小宝 都唱得鼻尖而红红 但我们都知道 就算眼睛下了小雨 这都是幸福的眼泪 昨晚最后一首歌 依然是少管我 他说从前的演唱会 总是哭得稀里哗啦的结束 这次他想 我们可以开开心心的结尾 同时 我觉得这个演唱会 已借过一下揭开序幕 已少管我 作节 也是一个很巧妙的首尾呼应 这是宝宝鲜明的态度 温柔炙热 责善固执的人间清醒 这样的周深 真的太好了 终于 一切顺利落幕 尽管我们都无法预想 这第一场体育场演唱会 会是这个样子 但一切磨难 倒让这场义无反顾的奔赴 来得轰轰烈烈 永生难忘 坐上回家路上的车子时 才有机会打开宝贝准备的礼品包 除了和上海场一样的书签 和忘忧草种子 还放入之前 不知道如何才能领到的首写信 大抵5G的周总发现了 这封信要交到生米手上 还得靠自己 因为六一是儿童节 宝宝还放了一支棒棒糖 孩子们应该很开心吧 而早已不是孩子的我们 更多的是窝心 被爱的人都是孩子 也许在外面 我们都是披着铠甲 披荆斩棘的沙场老将了 然而在米缸里 米姐都是被周身捧在手心宠溺着保护着照顾着的孩子 放下礼品包 打开微博 就看到宝子已经发薄了 才刚刚对朋友吐槽 吹了一下空调 才发现自己有多事 宝宝就发了这一段 还加上一句霸道周总的不许生病 明明自己才是浑身湿透那个 却总是先想着我们 总是设身处地地感受着我们的一切 因此她的叮咛都是最贴心的 空调寒冷 但我是温暖的 一觉醒来 床头洒满阳光的温暖 风雨一过 我们都会好好的 周身 谢谢你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我愛你 我愛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